中華民國總統府已經被五星旗攻佔了嗎 我們實地走到凱達桿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邊全部都是五星旗 這只是其中一個抗議團體而已 事實上這幾個月已經有68個團體 申請要在凱道進行抗議 蔡英文 請問你 你到底誰是哪一國總統 愛國同心會佔據凱道一個角落 打罵蔡英文 政治迫害 不過現在想到凱道抗議還得排隊 凱道申請抗議的團體 總共有68個 已經一路從9月排到了10月 這個是我們從中正一調到的資料 在9月7號呢 他們就希望唱國歌聲台灣旗 那第二個部分他們是針對交通部 高雄果菜市場要被陳曲拆遷也來抗議 這個團體把全台的破千戶齊聚一堂 預告要給蔡英文好看 還有反對漲價是電業法 台電員工從恆春和三場北上抗議政府 算一算目前申請入權的 有向招呼部抗議的 向軍人致敬的 一國兩制演講會 獨派都來了 要唱台灣歌升台灣旗 觀光產業自救會 說要到總統府前丟鳳梨酥 沒有必要就不要常常走街頭 但更重要的是走完街頭以後 我們坐下來好好的理性的來談 蔡英文向外界喊話 上街訴求不是唯一 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公民團體哪管這麼多 凱道前的抗議 只怕一時片刻難以止息 等於請問呂世儀嘉璇在台北報導